我們今天確定的病例有11353人 1萬1千 1萬1千353人 死亡的個案有2例 境外遺弱個案有164例 疫苗絕對充足了 相對的莫德納也會陸續的抵抬 那BNT我們就要簽約了 那整體也會在5月也會來 所以疫苗的量是充足的 那信任專業 信任醫師 把疫苗打好 打滿 那麼面對疫情的變化 指揮官 我們指揮中心和專家小組 都有充分的掌握疫情的發展 政府會做好準備 因應不同階段 不同狀況的疫情的挑戰 那我要告訴大家 面對病毒的威脅 我們要配合 指引 保持冷靜 祝福芯 外面對疫情的發展 因應變化 主意 後面對疫情的供應 日子 天花凶 日子 伊樂平 現場 疫情的發展 在本地 發展 長期的疫情 會令人伴供應 盟 同期的發展 在前又 五百年 移動 出現實際上 任何方面 像大家說要跟病毒共存 和平共存的人 就是一些配套措施一定要做 就是疫苗的施打率要夠 然後就是你醫療體系那個資源也要充足 對 然後加上就是每個 就是民眾自己的那種 衛生習慣啦 防疫工作 一定也要做到好 對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